大家好,我是默克生,这里是三元宫海宁禅寺 三元宫始建于唐代,重建于宋朝,赤策和扩建于明代 到了清朝又几经修器,但在1938年被日军轰炸,后又焚毁 这尊万年鼎还有这两棵一千三百年的一庆树,见证了它的沧桑巨变,浴火重生 三元宫原是道观,供奉着三元大地,分管天地水三界 明万历三十年,赤玉海宁寺,所以道家也变成了佛家 但二十年后,天启皇帝又变了回来,并守书赤赐护国三元宫 这棵中空的古柏树已经一千两百多年了,依然知凡夜眸 一步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 这就是云台山宫的自在天 有点像在美国的皇室公园 直到最后一刻,才看见了狗熊一样 花果山的小猴子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 哇,好厉害啊,这小猴子 山宫子比方涨 你看看 加班 你给这个 上面这 他们都可以给它 哈哈哈 我都不吃太多了 呦哟,悠哟,我跟你说 他这他抢他抢 上来上来上 上去毛毛的 那是他距离了 他也给他 给我吃饭了 一边做水 两边做水 鸡肉 鸡肉 一边做水 饭 鸡肉 刚生过来不久的小猴子 他全都是 他一片 全都是 你看看 远处 全跑过来了 字幕使用画像是为杜花 第一个 手中 来说 先为了写画 就是了写的 吃包子 就是吃包子 好人 费包子 可以吃包子 你要吃包子 不溢子 真的 吃包子 有这个 有一个 好 来,来,来,给 这应该好像是有了 吃多了,可以也希望 我帮你拿了吧 没事 八国山的小猴子要比张家界的温顺的多 而穿过多宝塔就到了九龙桥 九龙桥因山间里的溪水酷似九条龙而得名 如果你在花国山没有看见野外的猴子 那么这些圈养的可以稍微弥补一下你的遗憾 由于在花国山拍的视频素材比较多 所以分了三个部分给大家展示 这是最后一期 那么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